Hello大家好,我是黑木爸爸,我们今天来讲维生素1 非常感谢大家 维生素1,又称为生育醇,或生育酚 源自希腊语单词Tau Kepa Omicron,即Phiro Epsilon Iotanu 其意思为膝带怀孕 最初确定是饮食之中的生育因子 那时了解,维生素1缺乏的动物会导致不孕 之后发现是因为维生素1存在全身 所有细胞中的细胞膜上,也能够协助稳定细胞膜结构 因此当,经细胞,或卵细胞缺乏维生素1 细胞就容易会破裂,导致失去生育能力 维生素1,是脂溶性的维生素 可溶于脂肪,与乙醇等有机溶剂之中 并无法溶于水,对热,酸相对稳定,对减较为不稳定 油炸后会使活性明显减少 维生素1也是最主要的抗氧化剂之一 也因抗氧化的功能,经常被添加于食物或保养品之中 维生素1,可分为生育分 与生育3C分两种,每一种都有 Alpha, Beta,Delta,以及Gamma,四种 因此会有八种不同的天然形态 其中又以Delta生育分抗氧化效果最佳 Alpha生育分抗不孕的效果最好 Alpha生育分,属于氢脂性抗氧化剂的一种 能在骨光肝胎过氧化物媒途径之中起到作用 并透过止止过氧化连锁反应时 止止自由基反应后而产生氧化 进而保护细胞膜避免受到氧化的伤害 以除去自由基中间体 并阻止氧化反应继续进行 此过程之中产生的被氧化Alpha生育分自由基 能通过其他抗氧化剂 有机氧化还原反应 还原形式循环成活性物质 维他命义其他的形式 也有其类似独特的特性 摄取维生素E后 进入脂肪 以液和胆汁存在时 会在脂肪的作用下混合成为乳迷维力 在小肠上部被肠腔上皮细胞所吸收 并且分泌到通往肝脏中的肝门静脉 不同形式的维生素E被吸收后 大部分乳迷维力经淋巴系统到达肝脏 在吸收过程之中 维生素E吸收效率约有51%至86% 并与其他维生素没有区别 在肝脏中的维生素E 会通过乳迷维力 以及极低密度脂蛋白 载体的作用进入血液 乳迷维力会在血液循环的分解过程之中 将其吸收的维生素E 再转移进入脂蛋白之中循环 乳迷维力的残骸 在去除含氢的全肌生成葡糖全酸后 通过胆汁代谢 或在肾脏中降解成α生育酸 从尿酸中代谢 未吸收的维他命E会与粪便排出体外 除此以外还会透过胆汁到肝脏代谢至肠腔 在肠腔透过粪便重新吸收以及代谢 并且维生素E也会经由尿液排出体外 维生素E的功能 1.维持生育能力 维生素E能够稳定细胞膜的结构 当精细胞或者卵细胞缺乏维生素E时 细胞教育破裂而失去生育能力 进而导致不孕 能透过维生素E的补充 改善精子或卵子的品质 提高怀孕的几率 2.抗老化 环境中的污染物 饮食中高脂 与加工食品 以及身体代谢等情形 会产生自由基 容易引起连锁反应 使得细胞膜被破坏 导致细胞氧化衰老 维生素E能够捕捉自由基 防止失控的连锁反应 并在维生素C的协助下 吸收自由基 因此维生素E 能防止氧化所造成的老化现象 3.预防心血管疾病 维生素E可增强抗凝血的效果 调节血小板过度凝集的过程 与作用 但会影响到凝血以及血栓的产生 并能够促进红血球膜安定 与红血球的合成 并且也是血管扩张剂 预防胆固醇阻塞血管 减少脑中风 以及心脏病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适度补充维生素E 能避免血管阻塞 预防周状动脉硬化等心血管疾病 可过多维生素E 反而会影响凝血的作用 4.抗氧化 维生素E 是脂溶性的维生素 因此能够渗入细胞膜之中 保护细胞免受氧化伤害 与清除自由基的作用 预防自由基破坏皮肤细胞活力 所以能增强皮肤的抵抗力 保护体内承受氧化压力的组织 与细胞 5.预防阿兹海默症 有研究指出 维生素E 可预防 与阻止神经细胞被自由基所破坏 因此 有助预防阿兹海默症 6.降低氧化压力 抗氧化物不足 或被过度耗损的失衡状态 体内自由基 与抗氧化物比例状态不平衡 造成自由基过剩的状况时 体内过多的自由基 会攻击细胞内大分子 使得细胞氧化损伤 氧化造成的损伤 是导致许多发炎反应 以及退化 与衰老的原因之一 有研究指出 维生素E 也可预防 亚消化应激 引起的细胞死亡 以及DNA损伤 和炎症产生负面的状况 与心脏病 和神经退行性疾病 降低氧化压力等 7.促进雌激素的分泌 足够的维生素E 可协助改善皮肤状况 调节性激素 使女性不易雌激素过多或过少 导致肤质变得干燥 出现细纹 长斑等异常 当雄性激素较多 就容易会有挫疮等状况 8.减少肺部伤害 维生素E 具抗氧化的作用 能够保护细胞膜 进而保持细胞的完整性 因此能够降低 空气污染所引起的效应 减少空污对肺部造成的伤害 9.减缓脑部退化 脑部退化是认知能力下降 以及痴呆症的前兆 有研究指出 脑白质病变的患者 在使用生育三细分一年后 并无显著差异 可两年后 使用安慰剂的患者 脑部病变恶化 而摄取生育三细分的患者 维持不变 因此发现 生育三细分可能有助减缓 与阻止脑部退化发展的作用 10.减缓脂肪肝 有临床实验发现 使用生育三细分修复脂肪肝 有减缓 及停止疾病的恶化 实验一年后 与接受安慰剂相比 有许多患者逆转了脂肪肝 并且有其他研究发现 对晚期肝病患者也有益处 11.减缓骨质疏松症 有临床实验发现 患有骨质减少的更年期妇女 在摄取生育三细分后 有减少骨质流失 与有助骨转换的情形 可能是因为优化了抗氧的作用 使得减少了骨质的流失 12.保护大脑 在研究发现 维生素1能够保护脑细胞 不被自由基攻击 并且在脂溶性抗氧化物 辅酵素Q10的协助下 也能够降低脑部脂肪 过氧化的反应 使得脑细胞有更好的保护力 13.减缓支气管慢性气道炎 肥胖容易增加 支气管慢性气道炎的风险 这气道炎 常有中性粒细胞过量 容易刺激到肺部气道 此类型的炎症 一般对治疗的皮质类固醇 较无反应 有研究发现 维生素1 对于此支气管慢性气道炎炎症 会有作用 14.调节胆固醇 有临床实验发现 棕榈生育3C分 可使胆固醇降低10% 富含生育3C分的米康提取物 能够降低胆固醇20% 以及降低低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25% 15.减缓白内障发生的速度 维生素1 可提供眼睛营养 与保护的作用 氧化造成的损伤 是导致年长者白内障的成因之一 维生素1能够抑制眼睛精状内 过氧化的止类反应 进而保护眼睛健康 减缓白内障发生的速度 维生素1外用的功能 1.护手 当手部清洁干净后 擦上维生素1 会有保湿滋润手部皮肤的效果 2.预防韧成纹 当怀孕6个月左右 将维生素1擦在肚皮上 可使皮肤的弹性增强 进而预防韧成纹 3.预防皮肤干燥脱皮 维生素1 涂抹于身体皮肤表面 与嘴唇上 会有滋润 与抗氧化等保养护肤作用 还可预防干燥 以及脱皮等现象 4.保养眉毛与睫毛 维生素1使用于 眉毛与睫毛上 能够提供养分 可使得眉毛与睫毛 更加健康 维生素1 存在身体所有细胞的细胞膜中 可保护细胞膜 避免受到活性养类的伤害 并协助维持细胞膜的稳定性 也是具有抗氧化性的 脂溶性维生素 在与水溶性维生素C的协助之下 能够共同减少自由基 保持体内氧化还原的平衡 以及新陈代谢的正常 与细胞膜磷脂质共存时 可保护细胞膜中的 不饱和脂肪 抑制细胞过氧化脂质的生成 有助细胞膜抗氧化 并保护维生素A 不受氧化的破坏 足够的维生素A 可协助人体神经肌肉系统的发育 与视网膜的功能 神经系统产生神经地质过程之中 容易产生大量自由基 因此人体再生成立腺体 以及神经系统的轴突膜 都需维生素A 避免自由基造成损伤等状况 适当摄取维生素A 有益精子健康与活力 长期摄取 更可提高男性的性欲水平 常使用富含维生素A的食物 或营养补充剂 在心血管疾病 癌症 认知障碍等疾病的几率都较低 有充足的摄取 更可减少罹患心脏病 中风 糖尿病 白内障 肌肉酸痛 以及感冒与其他感染性疾病等情况 也能减少因压力 紫外线 污染 以及高油高糖饮食 所造成的氧化压力 与避免自由基造成的细胞损伤 有研究指出 增加维生素A的摄取 能提升身体免疫力 与预防不饱和脂肪酸 在体内过度氧化 并具有 除皱 蛋斑 抗凝血 抗衰老 抗发炎 抗氧化 淡化疤痕 保持青春 养颜美容 增强免疫力 加速伤口愈合 延缓细胞老化 预防阿兹海默症 防止皮肤粗糙及干裂 并且能够保持皮肤细胞健康 与保护红血球细胞膜 以及避免脂肪酸 与脂蛋白受到氧化伤害 并与肌肉 神经 以及生殖等全身系统运作有关 维生素A 有保护心血管系统的作用 可协助调节血小板凝集 以及调整血管张力 诱导凝血 与血栓的状况 包含有抑制低密度脂蛋白的氧化 与炎症反应有关的细胞因子释放 适当摄取 能避免血管阻塞 防止周状动脉硬化等心血管疾病 但过量就会影响到血液的凝集 摄入量也与心血管疾病风险有所关联 当体内代谢 或饮食中的高脂 与加工食品 以及环境中污染物 使得体内自由基增加 自由基的分子并不稳定 通常会有未成对的反应性电子 因电子较喜欢成对的出现 孤立的电子容易在另一个分子上 带走一个电子 让这分子受损 这情况就容易导致 另一个自由基的产生 因此造成细胞膜的伤害 导致细胞氧化衰老 抗氧化剂中多余的电子 能够转移到自由基 协助预防破坏性的过程 阻止过程的发生 使自由基与抗氧化剂 处于均衡的状态 以维持身体功能正常的运作 在此特别感谢大家 愿意把影片看到最后 非常期待我们下部影片 再次的相遇 请不吝点赞订阅